大家好,这期给大家讲一个很经典的笑话 然后处在真相和假相之间 非常的好玩,发生在土工中国的真家伙 绝对真家伙,但是那是一笑话 左二哥不是前天,应该是前天 黎巴南的真主党 所谓的高层的团队 有一个死一个,一共有12个人 全部被以色列牛逼哄哄的给搞死了 出来一个搞一个 现在目前12个人里面,11个人都已经被咔嚓了 丁点清楚,牛逼哄哄 完了以后还有一个人 一个人他是没打过仗的 他是个文官 据说他那枪都不会开,也搞不清楚是为什么 然后就有这么个人 按照正常情况 这个人应该要接任黎巴南真主党的总书记 结果这家孙子怕死 不愿意接任 身边也没有人可以监督他 现在黎巴南的真主党群聋无首怎么办呢 就搞了一牛逼哄哄的 全球朝末 总书记 还真叫总书记 我看了一下英文的报道 真就叫总书记 挺有个意思 这一下子就在土木中国北京饭局就炸开了锅 所以这个事是真的 但是呢 据说这个中南海经过认真的研究 决定由习主席去做总书记 习主席背后有强大的中国 有核武器是吧 习主席去做黎巴南真主党的总书记的话 那不如分分钟搞定啊 哎 这是个玩笑吗 说还不是个玩笑 为什么呢 习主席有几个 有几个执念呢 是不是 首先第一呢 他一直想呢 把自己打造成全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领袖 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啊 习包子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由习近平当精神领袖 习包子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呢 因为他是毛泽东时代培养出来的人 毛泽东时代就是 毛泽东发明了一个理论嘛 叫第三世界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啊 毛泽东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东西呢 他其实是有思路的 人家不是二百五 是他要当第三世界的精神领袖 他为什么是第三世界呢 因为第一世界是美国 是不是 他肯定搞不定 你没这个能力是不是 那第二世界是谁呢 第二世界是苏联 那个时候的苏联 牛逼哄哄的 没把土工中国放眼里 而且那个时候 土工中国毛泽东和这个苏联的闹翻了 不来往了 对吧 所以呢 他就脑筋一急转弯 就发明了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这个格局啊 叫第三世界 毛泽东当然就理所当然的 就是团结亚非拉的穷朋友 完了以后呢 自己作为第三世界的精神领袖 牛逼哄哄 秒杀宇宙洪荒 是不是 他就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邓小平后来上来以后呢 就特意交代过嘛 说我们共产党 我们中国不要做穷国家的朋友 不要当穷国家的领头羊 不搞这些个事情 穷国家来跟你推背换展 来迎来送啊 他就是想找你讨点钱 我们自个儿都没钱 不搞这些事情 以后党的领导人不能搞这些事情 但没想到呢 土工中国细胞的上台以后呢 又搞了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实就是毛泽东的翻版 你说是不是 这是第一吗 我一说这是真家伙吧 是吧 黎巴嫩的 黎巴嫩真主兰 全球招募总书记是真家伙吧 真事吧 还有第二 第三点是什么呢 就是黎巴嫩的真主党 他们是多次往返于北京和黎巴嫩之间 是不是 王毅 齐包子都亲自接见过他们 他们在背后打仗 他们出的钱 他们的武器 至少有一半是中国人出的 还有一半是伊朗人出的 就这么一个简单 所以现在这个以色列 搞这一套东西啊 搞这个定点清楚 直接把这个黎巴嫩真主党的 12个人冲的11个都全部就干掉 在北京引起巨大的恐慌 按照这个套路的话 伊朗的哈梅内的脑袋也保不住 据说这个伊朗派了一个特使去美国 建了以色列驻这个美国的大使 是吧 建了一个外交官说你以色列啊 我们可以谈 你给我一个面子 不要把我们的这个精神领袖 把我们的总统给定点清除了 那样就不好看了 就没叶子了啊 所以按照这个逻辑的话 你习近平你背后你煽风凉火 你这些日子你搞的一些个缺德的事情 你以为你以色列人不知道吗 以色列是一个真是 圣经里有这样的话啊 叫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不跟你废话 是不是 直接就给人家干你干就是了 所以以色列最近搞了好几标大事啊 除了这个一光机一下吧 这个珍珠党的那帮孙子给干掉啊 精神领袖 总书记 干总书记 干了11个总书记 是不是 下一个总书记 据说习近平要应召 你想死吗 是不是 你看他又干了两件事情 把这个俄罗斯驻尼巴兰的 那个基地 光机一下给他炸了 是不是 你炸你俄罗斯也可以了 尼巴兰 俄罗斯的也出了不少东西啊 今天还干了一票大的 把这个法国在尼巴嫩的这个石油基地 光机一下也给他干了 那是法国人的法国人 为什么马克龙是个狗杂毛啊 马克龙是个垃圾啊 马克龙是一个他妈的恐怖主义背后的一个小杂毛啊 你以为呢 他不是个好东西啊 法国真的是难大街了 所以这个 这个 以色列炸完这个法国的设施之后 还特意用内塔尼亚湖出来说话啊 说我们今天呢 这个 取得了不错的胜利啊 但是呢 法国这个国家将永远的 马克龙你这个小杂毛 将永远的记录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耻辱 就这么简单 所以习包子到底是不是印针总书记呢 这当然是个笑话了 是个段子了 是是是是是是北京范局的一个话题了 说是有的人故意放出这个话题 就是他们巴不得习包子死呗 是不是 习包子死了以后的话 中国不就好日子过了吧 要搞死习包子的话 谈何容易啊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习主席 去主动担任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 是不是 你能够继承毛主席的一致 你能够把这个第三世纪的精神领袖当好 你能够实现你的伟大的理想 当这个人类命共同你的领袖 共同体的领袖 何道而不为呢 是不是 是一事三调 多多多舒服啊 赶紧去 是吧 这当然是玩笑了 习主席肯定是不会去应征总书记的话 但是墙内中国有此这个话题就出现了呀 就很有意思呀 说这个上海的臭不要脸的啊 文盲五毛张维为 就把话就接过去了 说习主席你何用你那豫家亲针呢 是不是 我来当你的先锋官 我来当你的这个开路将军 我去这个黎巴嫩真主党担任总书记行不行 请习主席给指示啊 是吧 请习主席下命令啊 是不是现在整个墙内的网络啊 两个热点话题 一个是我的老朋友啊 赵小老师啊 写了一篇文章 盯点清楚 是现代战争的文明手段 干死你呀 我觉得我的朋友啊 这是 但是永远都是那么牛逼 永远都是那么优秀啊 永远都是那么说到点子上 第二个就是张维为 据说张维为 经过习主席的寝室之后 同意了 中南海同意了 张维为已经组进了 黎巴嫩真主党的高层领导班子 一共十个人 总书记就是张维为 牛逼空空 由习主席出钱出武器 然后呢 派了十个人 总书记张维为 副总书记是金灿荣 财务总监是陈平 情报总监是张绍忠 特战部队司令是胡锡进 后勤部部长是胡安刚 外联部部长是司马南 人事部部长是孔秦东 和组织部部长是周小平 宣传部部长是金一南 是吧 支持新一届的真主党的领导班子 在以张维为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 张维为总书记 不能用核心 核心是习近平 在以张维为总书记的 黎巴嫩真主党 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 和以色列干到底 干死他呀的 打败美帝国主义 活捉雷塔尼亚胡 完了以后 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完了以后为习主席争光 为中国人民争光 他很有意思 所以现在土工中国的老百姓 就看到这些话题 他是不放过的 这就证明了 我之前说过一句话 现在老百姓都挺聪明的 他只不过是 胳膊是拧不过大腿 你看这个话多有意思 中国人的传统的脑话 俗话是不是 就是你牛逼你是大腿 我是胳膊 我拧不过你 我拧不过你 我还不能恶心你吗 所以就有这些个有趣的段子 但是我们顺带也说一说 你就知道 为什么毛泽东当年 要搞第三世界 为什么习近平 要搞人民币共同体 为什么习近平王爷 一会儿又把塔利班请过来 一会儿把泥巴特的郑主党请过来 一会儿又把巴勒斯坦的哈马斯请过来 他们都是有套路 他不是跟你开玩笑 你觉得你根本就理解不了 他压得不是几个恐怖分子吗 你至于吗 他妈的共产党比他们更恐怖 是不是 谢谢